我覺得當然這個除了時機人物跟誰談 這些都是值得考量 那王滬寧這個人 當然大家知道他現在當了政治局常委 是要負責對台工作 政學主席 但王滬寧這個人大家要了解 他在正常意義上 他就是一個渣男 是一個完全沒有誠信的人 我為什麼說他渣男呢 為什麼說夏立妍跟王滬寧去談一國兩制 就好像是跟一個渣男談婚嫁呢 因為王滬寧這個人 他一生已經結婚了四次 換過四個老婆 第一個老婆是他在上山下 相當知識青年的時候的 一起打拼的紅衛兵老婆 後來他進了復旦大學 讀國際政治 然後碰到一個同學 也是研究國際政治研究美國的 他們兩個後來都當了復旦大學教授 這是他第二個老婆 但是呢等到他這個要去北京工作了 跟著江澤民從上海去北京工作了 他那個復旦大學同學的教授老婆 不要了 換了一個這個他的博士生 他小十幾歲的博士生 當老婆 這第三個老婆 然後到第四個呢 等到他當了政治局常委 他又換了一個比他年輕三十歲的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醫護人員 照顧他生活的當老婆 所以你看這個人啊 他就是一個完全 但這跟他的政治上面 你看政治上也是一個沒有誠信的 他伺候了三個主人啊 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到習近平 江澤民他替他發明了一個叫做三個代表 這是王滬寧起草的文件 胡錦濤他發明了一個叫科學發展觀 這是王滬寧發明的名詞 那習近平他發明了一個叫新時期的社會主義理論偉大復興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也是王滬寧發明的 他整個就是一個專門給領導發明新名詞的人啊 那然後他又給習近平發明了一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嘛 那現在的問題是 大家如果記得二世大上那一次那個場景嘛 胡錦濤被架走 胡錦濤被習近平架走 王滬寧坐在旁邊 旁邊另外一個人大委員長叫栗戰書 栗戰書想起來扶一下胡錦濤 王滬寧趕緊攔住栗戰書 不讓他起來扶 當初胡錦濤是提拔王滬寧這麼重用他的人啊 現在你的老長官被習近平要架出去了 你能站起來扶一下 而且也不是你自己扶 別人要幫忙去扶一下 他都不讓人扶啊 可見這種人對女人是一個渣男 對自己的領導 對自己的這個組織也是三心二意的啊 整個一種這個友誼 所以不能跟他談 不能跟他談 因為這種人啊是完全不可信的 他一輩子沒說過一句實話 完全是謊話連篇的這樣一個人 這種人你跟他密室會談 你跟他去談一國兩制 跟渣男談婚嫁 哎台灣的命運 掌握在這樣的代表團手裡 掌握在這樣夏立元的手裡 去談這樣的是重大的事情 跟這樣一個對手去談 你能談出什麼好事情來 好我先說一下 剛才這個費偉言說阿彌陀佛 我以為最近他見佛殺佛被這個被這個被他的這個許巧信講的他都不敢講佛了 那這個我覺得共產黨他對於台灣的政策是七十年來都沒有變過 從一九四九年到現在他是寫在他的憲法中寫在他的黨章中 就是要統一台灣嘛 這個方法不管是和平統一還是武力統一 他都是要統一台灣嘛 那從這一點來說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本質上都沒有變過 而且共產黨從來說得很清楚 不管你在台灣誰當政 不管是民進黨當政還是國民黨當政 他的統一台灣的政策從來沒變過 那最近不是說中國有個教授楊帆他也是跳出來說嘛 即使2024以後國民黨當政的話 中國也不會停下統一的腳步 也是可能武統的嘛 只不過就是說他們判斷是要和統 當然他們爭取和平統一 因為和平統一對中國的代價比較小 但是如果和平統一不成功的話 還是要武統的嘛 那當然當年毛澤東對於台灣 說對不起 毛澤東在國共內戰的時候 也是同樣是兩手準備嘛 他過長江的時候也是說嘛 你們如果投降 那當然最好我也是直接就過來了 你們如果不投降我就打過來嘛 那蔣介石說不投降 他就打過去了嘛 打過去以後這個什麼李仲仁 什麼江英砲台的台長 通通投降了 所以就秋風掃落葉嘛 現在對於台灣來說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的抗拒武統的新防 然後抗拒核統的這樣的一種民意 我覺得都需要加強 對於台灣的國防建設 它這裡面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買武器 一個是加強整個服兵役 另外一個是要全民要加強新防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台灣當然希望跟中國發展一個正常的 國與國的關係 大家知道嗎 1949年以後 世界上沒有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 這個不是一個法律概念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華民國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兩個獨立的法律主體 所以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就是國與國的關係 那麼我們就是要發展 中華民國要發展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和平共處 睦鄰友好的 一個正常的國與國的關係 那這個正常的國與國的關係 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不可能建立在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基礎上吧 九二共識根本是一個不存在的 一個虛構出來的東西 既沒有白紙黑字簽下來的 也沒有一個共同的定義 從來就沒有形成過共識的一個共識 那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這個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等關係的基礎 這個基礎是什麼 我個人建議就是應該用一個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是共產黨自己提出來的 是周恩來總理1954年就提出來的 包括五個內容 就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內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處 這些話在聯合國很多次的 聯合國大會上都通過的 大家都比較普遍接受的 這是一個國與國關係 正常交往的一個原則 中華民國台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正常交往的基礎 是應該建立在這樣一個明確定義透明的 國際關係基礎上 才能夠有一個長期的兩岸和平 國民黨今天天天要說 台灣應該學新加坡 新加坡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是什麼 就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 這個發展關係 中共共產黨的憲法也好 黨章也好 從來沒有寫上 新加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 從來沒說我要統一新加坡 你在憲法上 黨章上寫我要統一你台灣 我怎麼跟他建立一個對等關係 所以這個問題的基礎的本質問題 是你中國共產黨的憲法和黨章有問題嗎 OK